图线的话是从那个JavaScript而来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JavaScript会产生这个Json格式 主要是希望把它来当成一个物件 直接读进就是把它变一个物件之后 那物件底下就会有比如说其他的那个key就是它的属性 那个属性的话就直接可以读取进来 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当JavaScript的一个物件来解析是最简单的啦 OK因为如果假设这个东西 要把它变成一个JavaScript可以执行的话那有点麻烦 所以呢后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第13页的下方 其实会需要增加有两个这个物件 OK所以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再需要用到一个所谓的htmlfile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htmlfile物件它主要的这个角色 其实就是用它再去副架它的上一层 它的上一层就是它的pattern window 这pattern window的话 实际上它这个pattern window 它才有办法去执行所谓的JavaScript的语法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段也许把它拿过来好了 这个可以把它当个范本 所以第二步要解析 解析又比刚刚还复杂一些 因为上一部分其实很简单理解嘛 其实我们利用这个物件 这个是物件名称啦 这个是自己取的 然后所以以后呢 你只要在VBA里面看到什么叫create object的话 实际上就是帮你产生一个物件 那物件名称的话就叫这个 那前面有个习惯用法就是会有个set 所以以后你看到那个VBA里面有个set 后面那个就是一个物件名称 然后呢 等于后面就是你从哪一个 这个哪一个这个 应该算是韩式库里面得到这个物件 从哪个韩式库 从这个韩式库 就这个它的韩式库名称 那这个韩式库里面 这个要从哪边去找啦 实际上这个韩式库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从Visual Basic里面 有一个这个工具里面的叫设定引用项目 其实就是从这里面啦 那它其实指的就是 你们可以找一下叫Microsoft 这个名称很长一串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找找看 就从这边里面去找到的 那它引用的话 当然前面会有个create object 这个我再找一下 就说很长一串 所以比如说类似像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随便先举个例子 它其实有一个DL 这是韩式库的意思 至于哪一个啦 我想我再看一下 如果有再跟各位讲哪一个 因为实在太多了 OK 那我们其中的话呢 我们刚刚是利用这个叫msxml2 所以其实理论上应该是第二个版本吧 之前应该有一个旧的 所以我记得好像原来有一个版本是没有2的版本 现在的话新的是应该2的版本 利用它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有个方法 主要就是利用这个叫open的方法 所以open的话有点像是开一个连线跟主机去talk OK 所以你必须要给它一个网词 哪个网词 哪个网词 然后什么形态 send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跟它talk 得到它上面的文字 就丢回来到这边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文字了吧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就是看到这一些啦 可是问题 这个问题才开始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解析到这么多资料里面 我直接切到这个来看好了 就算editor 这边比较清楚 那如果我要得到的是recourse里面的这一层 所以它其实里面有10个key 那我只要其中的一个key叫recourse 那并且帮我把recourse里面的这总共有78个item 78个项目呢 通通都读取回来 然后呢并且帮我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excel里面 那这件事情 但第一个我们知道有这个结构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所以第二部分可能就是要在这里 这一行其实可以注解掉啦 因为我们其实 注解的话就用那个单引号 然后前面加个单引号 我们就不把这个response 而是直接拿这一个原始码来做解析 解析的方式的话呢 我刚刚有提到 我这边有一个范本给各位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直接把这一段直接拿来call OK 那有些地方还是要改 哪些地方要改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所以呢 直接把这一段贴下来就OK 贴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又增加了 刚刚已经用了一个这个物件 现在的话又多一个物件 叫做html5物件 这个物件也非常重要 顾名思义啦 将来如果要解析那个 网页的话也会遇到他 OK 但是呢 现在的话主要是利用他 去呼叫他的爸爸 哎 他的爸爸就是Windows 你说为什么要呼叫他的爸爸 因为呢 只有他爸爸可以解析JavaScript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叙述是 这个的话先createHTML 所以产生一个物件 叫obj 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如果你不喜欢取这个 这样的名称你换没关系 比如说你可以取什么 其他名称都OK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所以set物件名称 create 所以他就是产生一个 叫obj 的html 的一个物件 然后呢 透过他做什么呢 他里面有个属性叫patternwindow pattern 这个 patternwindow 指的就是说复程 那这个patternwindow呢 指的 就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物件做什么 可以跟JavaScript沟通 所以你会发现绕一圈 其实就主要利用他了 他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exque script 有没有 透过他 可以 去 跟JavaScript沟通 所以呢 我们 这边有一个开头叫var var var就宣告 宣告ja json等于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var json等于 这个是javascript的语法 然后呢 再串什么呢 再把这个东西串进来 那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可以跟javascript沟通了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一串放到这边来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一串东西呢 直接就帮我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那物件的这个变数名称呢 就是json ok 那所以我已经把这一串变成一个物件了 所以呢 我如果要存取这个物件就简单了 如果要存取他的物件的话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 有看到嘛 这个地方 底下有一个 什么 他的属性 叫做recourse 所以呢 如果要存取recourse 就非常简单 因为我有一个叫json的一个 物件的变数嘛 所以底下的话 如果要存取他的话 那就是json 点 有没有 后面加一个recourse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想知道这个recourse里面呢 他总共有几个的话 那有一个属性叫legs legs就是回传就是总共有几个 当然我们刚刚在那个 这个上面看到 已经知道有几个吧 有78个 ok 那可是 如果我想要78个这个叙数也能够得到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什么 json 点recourse 所以特别说 将来这个属性不见得一定是固定的 将来你一定要 等于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什么 从JsonEdit里面点两下 可以把它Ctrl-C 有没有 直接Ctrl-V过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取得 这一个属性里面的相关资料了 ok 那我已经知道78个嘛 那你想说那接下来做什么 我要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所以如果一个一个抓出来的话 那我就跑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1到哪一个呢 1从第一个嘛 到它的全部啦 ok 所以呢 我们就逐一把它取出 那怎么取出来呢 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就把它底下的指程 所以Json底下的这个recourse的第几个 那第几个 在JavaScript的叙述啦 就是中瓜胡 那第几个的话呢 因为我们从1开始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i-1呢 因为 那个Json里面的编号 不是从1开始 是从0开始 特别之后 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 像正列都是从0开始 所以你要-1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分别把它的 这里面的资料 分别把它抓出来 那现在应该等于是 已经抓到这边来了 ok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把资料一个一个丢到哪里呢 丢到工作表2好了 比如说我先希望 帮我把它放到 我的储存格里面的话 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第几个 第几列呢 因为i会不断加1 所以干脆把它放在 这个 把那个i拿来当列好了 逗点 那第几栏 哪一栏呢 那我们就抓a栏 ok 那等于什么呢 其实后面的话 这边不是有一个 objsy 这个其实指的就是recall 所以呢 我就直接 recalls 把这个哦 放到这里之后 后面加一个点 点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去抓那个 这个recalls 后面的哪一个key 这个siz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size 把它Ctrl-C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它底下的第一个key 所以它的下一阶 然后呢 我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好 那理论上a栏应该可以抓到了 我试试看好了 应该可以 这个相对有点复杂 它也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你会发现 json真的是跟csv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一个json就是一个物件 所以物件的话呢 这是最上层的 整个哦 所以下一层的话是recalls 再下一层的话才是size 有没有 所以一层一层一层 好 哇 有点像波洋说 那我们先抓a栏看看 如果这个run 可以把那个a栏的资料 抓下来的话 那后面b c d e应该ok了 我让我们看好了 诶 有没有看到 大成 富贵角 麦寮 诶看一下第一个是不是就是大成 诶对没错 第二个是不是富贵角 诶没错 有没有 所以呢 那你想说 是那后面怎么办 一样嘛 ok 所以呢 我要把第二个放在第二栏的话 那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贴下来 这个改成b 有没有 啊b栏放什么呢 这个后面的哦 有没有 size的后面应该放哪一个key呢 就放这个county 有没有 county把它复制一下 我是建议你Ctrl C 把它点两下 直接Ctrl C 然后直接再拿到这边把它贴上 这样比较安全啦 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打一打 诶 拼错了一点点字 或者多个空白都不行 ok 执行看看 第二栏会不会下来 诶 第二栏下来了 ok 诶那第三栏 所以啦 其实后面应该都知道怎么做了吧 所以后面的话总共有五个栏位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再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分别的话呢就是自己加一下 就是A B C D 所以总共有A B C D E ok 然后呢后面的话就自己 从那个 所以啊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用到Jackson Editor 如果你没有Jackson Editor 你变成你要自己要到这边 这边可不可以看 也可以看得到啦 只是说这边的话呢 黑白你可能要变成 诶这边也可以啦 自己要抓这个 但哪个比较简单 反正你看习惯都ok啦 这边一起写Ctrl C 有没有把它贴到哪里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PN25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 所以双文号里面的这个名称 把它贴到 他的这个 后面 有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是recourse的一个物件 然后最后一个 叫ItemUnit 好 那这样应该ok了 所以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 对应关系都写好了 然后再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ok了 不过这个栏宽不足 所以把它拉宽一点点 这样就ok了 好 但是好像最后还差一点什么 最好是上面再插入一个栏位名称嘛 然后分别放栏位名称 然后最后再自动调整一下栏宽 但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那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 所以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请你把这一段程式码Ctrl C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程式的下方 所以这边的话我是直接贴到这个底下 这个我先 刚刚这个这个是没有 这个我另外写的 你把它贴到原来程式的下方 然后并且把上面这一行注解掉 因为Response我们将来会有别的用途 所以我们是把它拿来这边 因为我是把刚刚的那个输出结果 变成一个物件 叫Json物件 JSON 然后利用JSON 去取得它的下一阶 就是Recourse那一阶 所以一个整体 然后下一阶 然后再透过Recourse里面 再去找到它的下一阶 下一阶的话呢 我们透过什么 再下一层 所以透过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名称你也可以改 或者你可以叫objrecourse也可以 它就是Recourse的物件 然后就分别把它这个下方 再丢五个栏位 然后就可以完成 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